看看新闻网 在上周演员李小冉在微博宣布和制作人徐嘉宁领证结婚 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 第一反应就是 这个新郎为什么不是烟颇呢 也有很多人认为李小冉闪婚是因为已经怀孕了 不过就在婚后第一次亮相的时候 李小冉却爆料自己根本就不是闪婚 因为现在的老公徐嘉宁是她已经认识16年的一个男闺蜜 闪婚后的李小冉首度现身某卫视 参加起单高女神观察员的真人秀节目录制 面对媒体记者的探班 李小冉选择闭谈 但在录制节目时却总是忍不住提到老公 真是难言甜蜜 当老友谢娜爆料李小冉的男闺蜜就是现任老公时 李小冉也大方承认自己和老公认识16年了 其实算不上闪婚 李小冉除了透露现任老公是男闺蜜升级而来 还爆料徐嘉宁和她一样非常喜欢打游戏 尽管有时候两人分隔两地 但仍然会在网上连网打游戏 听到这儿小编突然想起来2010年 李小冉公开择偶条件时 谈到最重要的一点可就是要会打游戏 两个人在一起每天可能看看蝶 然后陪陪父母 打打游戏 对 打打游戏 你要找的人一定会打游戏吗 对 一定要会打游戏 现在顶多连续玩六七个小时吧 顶多玩六七个小时 我还蛮的真心都不对 哇 那你很难架出去吧 谁能想到徐嘉宁竟然是靠着玩游戏搞定女神的 这也算是给不少男闺蜜们提了个醒 想从男闺蜜变男友 默默陪伴少不了 首先就是学生时期的暗恋者 结婚后的好朋友 找微的那个她 黄晓明 你的生日一定要有我 微博先表意 谢谢我的青春里有你的痕迹 希望今天的你依然可以如那年一般 阳光 快乐 天真 美丽 生日快乐 你的生日会受伤也要参加 当你需要我时 我就在这里 同样从大学开始就是闺蜜的 还有李冰冰和人权 如今已经41岁的李冰冰身边始终没有白毛王子 另一位男闺蜜孙洪蕾也急坏了 我只要一看见李冰冰我就不想不到 为什么 他每天折磨我 他爱我爱的不行 我就跟大家说了吧 你就交代一下 把你对我的爱和无限的仰慕告诉大家 你是不是后悔了和你女朋友 他每天打我 然后这个每天欺负我 他还得请我吃饭 每天的中午饭 晚饭 只要是要工作 开工的话 我都要请他吃 然后所有 他所有的这个压力都会放在我身上 连找男朋友的压力都放在我身上 其实如果人权和李冰冰走到一起 绝对是观众们喜闻乐见的 2009年 人权开始转头幕后 并开办了人权工作室 主要从事起了影视作品的发行和投资工作 闲暇之余 他还会帮李冰冰打理房产 据人权透露 李冰冰的所有房产中有近80% 都是有他做的参谋 近一半都是他为李冰冰做的决定 而在此期间 两人曾协商过 要不就这么凑合着过了 当时说过 几次开玩笑说 所以你现在故意不饶女朋友 就是也没有故意不找 就是有的时候说 你最近什么情况 不行还是没有情况 然后你最近什么情况 明年没情况 要不咱俩就算了吧 凑合凑合就得了 其实凑合过这样的玩笑 在圈内还真是不少 很多年前 谢霆锋曾经和荣祖儿约定 35岁时 如果都还单身 那就一起过 不过很快 霆锋就有了博之 荣祖儿后来也有了男友刘浩龙 粉丝们希望的一幕 终究没有出现 而何润东 对于大S的好感 直到女方订婚后才曝光 面对以为人气的大S 何润东 只能继续做闺蜜 其实也趁着就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跟大家一直都是好朋友的关系 然后其实从好几年前 我就跟大家讲说我很欣赏她 那欣赏不代表说要拥有 欣赏真的是纯粹欣赏 那现在就算她成为人家的老婆了 然后呢 组织一个家庭了 以后当妈妈了 我还是一样会很欣赏她 而在王立恒婚前 她和张慧妹的绯闻 也是传过不少次 想必也不少观众都还记得 当张慧妹落泪的那一刻 王立恒陪在她身边 哎呀 我睫毛都快飞了 来我来 我帮你剪睫毛要吗 我帮你拿强力胶 更戳中人心的是后面一句话 白衬衫王子悠悠突出的四个字 不知道让多少怀春少女迷失了方向 别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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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安慰不了 白马王子干脆陪着一起流泪 这样的男闺蜜 苏打绿主唱吴清风 也绝对算上一个 她分别是Ella 何韵诗 杨成林的男闺蜜 何韵诗甚至还把清风 当作下一代形象的完美模板 真的想要生孩子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男生那方面 就是起码要有智慧 然后也有起码的一个美貌 心理在线编辑报道